生活当中总能见到那些熊孩子 但是见到熊孩子的背后总会想 他们背后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熊家长 首先送大家一句话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但是勿以瓦小而不思 最近这条朋友圈当中 这个事大家都觉得特别气愤 还有网友说今天头一次碰到逃飞机票的 本来可以准点起飞的 现在就是因为这几个人 全部乘客被请下飞机 飞机要重新安检 不知道安检是干什么吃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个新闻报道 估计这事你也看到了 很奇怪的 就你见过逃地铁票的 逃汽车票的 逃火车票的 逃飞机票的 真的你是要上天 来看一看 说乘飞机逃票 差点得逞 责任在谁 说7月16号 由北京飞往上海的某翔航空公司的航班 乘务员在起飞前居然发现 怎么多了一个小孩 这个身高未过一米二的小孩 被家长以逃票的方式带上飞机 飞机因此延误了五个小时 中国民航局已经介入调查 据推测 问题很可能出现 安检和登机环节上 好 大家都在说 安检是干什么吃的 确实很诧异 这没有票的小孩 你是怎么经过的安检 上飞机 一系列很有意思 但是有没有想过 家长为什么带着这个孩子 不买票就上飞机 当中新闻有一个点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 一米二 为什么一米二很特殊 因为在很多的交通方式当中 一米二以下的孩子 是不需要买票的 对吧 你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乐园 一米二孩子半价或免票 地铁一米二孩子就不要票 对吧 可能家长带着这个惯有的思维 上飞机也是免票的 这件事让大家非常的匪于所思 但是熊孩子的事件 难道仅仅是熊孩子的错吗 它背后家长就没有问题呢 我们今天一系列再来说一说 很多熊孩子 熊家长的事情 除了这件事情 最近还有一个熊孩子的事情 可能你也看到了 一个六岁的小男孩 居然drive a car开车 西越时候 在广西青州市的浦北县 一段大约15秒钟的视频火了 为什么火呢 视频当中 一位满脸稚气的小朋友 双手握住方向盘 独自开着一辆车 旁边还有一位女性 在淡定地指点她 记得踩仨车 记得踩油门 特别骄傲和自豪 视频上传到网络之后 很快就在浦北县 各主要的门户网站 微信圈炸开了 都说这熊孩子 家长就不熊吗 现在都说 叫车不能遮挡号牌 怎么前面把数字遮掉 是不允许的 最近也有一位女性 也因为遮挡号牌被罚了 但是面对被遮挡的号牌 女驾驶人 真是一脸茫然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我没有 我没有遮挡号牌 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件事 到底怎么回事 随后民警利用布控的系统 对该车轨迹进行了调查 调出了车辆的行车轨迹 而且推断出车辆被贴小卡片的时间 到底看看是谁 居然是一个熊孩子 给人车上号牌给沾满了 给贴上了 我们不信要问 七岁八岁 真是逃狗闲的年龄 这孩子为什么要遮挡号牌呢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他可能是出于好玩 也可能是出于好奇 但是出于好奇的 如果过分就让人比较担心了 比如说有一只兔子 就被熊孩子给搞惨了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张兔子背后插着一只剑 很血性 兔子的主人 是一名三四十岁的男子姓徐 徐先生说 那天下班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女儿在家里哭 一问才知道 原来女儿养的小兔子 被这个剑给射死了 徐先生就说 这几个孩子是太残忍了 徐先生安慰了女儿好一会儿 当晚就把兔子的尸体给埋掉了 那么小区里的业主说 那小区就几百号人 家里面有这么大孩子的 多少都是清楚的 但是调回监控才确定 到底这熊孩子是谁 貌似是两名穿校服的小朋友 但是画面当中 这两个孩子平常 也没怎么见到过周围的人数 估计是这个小区外面的 徐先生就把监控的照片 给荡下来了 来看 大约是事发前两点左右 两名身穿蓝白相间校服的孩子 出现在小区里面 这俩熊孩子一人拿着一个弓 一人拿着一个剑 有一个人拿玩具枪 杀了猫 而且还杀兔子 这个照片当中的熊孩子 穿着校服大概是一米六级 估计这个孩子也上初中 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前面一直都在说熊孩子的问题 但熊孩子可能也就是挡挡号牌 可能也就是就算开开车 但是居然这样去射杀兔子 不禁背后发凉吗 你不觉得有点可怕吗 你不觉得有点血腥吗 那孩子为什么会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家长到底在哪里呢 有时候家长在附近 也未必就见得能管管孩子 你比如说孩子在公共区域大小便 再来看一下照片 这件事情呢 发生在哈尔滨中央大街 这个有人就发现在 哈尔滨中央大街的某商场里面 星巴克 人家都在喝东西呢 一个穿着开囊裤的一个小女孩 就在他们对面蹲下 旁边两个稍大女孩 对一位和一位年纪稍长女人喊道 拉拉 奶奶 她拉拉 接触之后 奶奶就拿出手指 把这个东西就捡了起来 大家就在想 一个喝东西的地方 一个小朋友 可能实在是憋不住了 在一个公共场合 扁扁了一下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过程当中周围人是怎么想的 而且这个奶奶既没有阻止孩子 也没有想到带孩子去厕所的意思 我们都在说 家长得知理 带着孩子出行 孩子一路上的吃喝拉撒问题 家长早早就应该想到 也应该妥当 而且文明去进行处理 而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完全没有将文明 放在自己明显的位置上 抛之脑后 我们都在说熊孩子 熊孩子 但是背后都在说熊孩子的教育 由谁来教育 是不是家长过于地放纵孩子的一些行为 没有及时的提醒呢 家长如此随意的做法 表面上可能是出于对于孩子的爱 十足有可能成为害孩子的一种方式 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嘛 父母的一言一行 孩子肯定是要学习效仿的 父母以这种不文明的方式言传身教 孩子可能以后就跟文明真的渐行渐远了 熊孩子知道不是你的问题 家长好好反思吧 下期再见